我們先給各位看看這個 用剛剛你學會的那些方法 你就可以做到這種 馬達的 就像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我會把它裝起來 我會像這樣把它裝起來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在這邊 其實3D12H的話 它也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你做好了 不見得一定要印出來 可是它可以變成像這樣有沒有 跟使用者變成網頁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你的模型 我可以像這樣 然後跟這邊做互動 這樣也可以 那你如果有上色 這邊會有顏色 有顏色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這裡面 有沒有 這個是一體成型的 這是我剛開始是像這樣做的 可是後來呢 就是有加上可拆解的 我就會把它分成兩邊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這一邊 好像上下電檔 為什麼 因為3D電的時候 下面這裡是比較大 所以我這個放在下面 我把它翻轉過來 正常的話是在上面 在上面 像這樣子 那我就把這些有沒有都打動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穿透過去 所以你看下面在這裡 直接 這裡我有用到 左右兩邊的 我就自己先把那個大小尖射好 我就自己先把那個大小尖射好 那就 反正各位這樣簡單看一下我做的過程喔 我這個比較客氣 其實可以直接用整塊的把它敲掉就好了 因為已經分開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會怎麼樣 換不同角度 有沒有都整塊爆掉的 這樣是比較快 如果錯邊就翻轉一下 這樣沒問題吧 後面這個應該就還好 就慢慢敲啊 你如果不見到敲很深 你可以用小的 但是小的就是你要敲的比較多次 要敲比較多次 所以這個是你有兩個字三個字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所以把它錄下來的話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個可拆解式的 因為我們真正3B練的時候 不見得一定要全部都是一體成型 我可以組合的 我可以組合 所以有些模型 我們就可以 稍微整理一下 那這個也是一樣 基本上 我就以剛剛那個 我再把它拆掉 這樣這兩個都分開了 然後呢 再把 要插進去的地方 把它分開來 事實上它下面有那個齒規 這邊就是給你去算那個大小的 有沒有下面這邊啊 這裡跟這邊都有那個齒錶 我這邊就是用谷的 因為要把它拆開嘛 欸這裡我用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SY一種的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這個在我用那個3D油桶的時候 也不會有用到 有沒有發現這裡看起來變半透明 這樣我要補是比較方便補 不然有時候你擋住了啊 你就看不清楚 好這個不夠對不對 我發現不夠 因為這樣差不多 就那個高度齁補出來的高度 因為有時候你只從一個角度看了之後 比較容易搞不清楚 這樣了解了齁 然後這個就是 瓷劑 玩玩看的 當你3D電影完了 就可以把它組裝起來 這樣你會比我在鏡頭前面 給你看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其實現在3D電影不見得要做很複雜的 但是重點是可以成為各位創作的一部分 你不見得什麼東西都要全部用它做 你可以跟你學會的 包裝設計也用一些紙材啦 對不對 也有一些其他東西 你就可以組合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用紙比較好做 有些東西你可能用這個比較好做 要看你的需求 但是呢 在各位的展場設計上 其實都是可以做的一個東西 那你看過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比較特殊的 來這裡我先把它關掉 小心請它先回家 對它有一個這個可以調整 你可以在右手邊 調整它的明亮度啦 這裡 大小 然後這個好 旋轉 然後這個是什麼 位影 所以它有基本的功能 翻轉這裡也有 好 現在這樣子 你看如果要敲 要怎麼敲 我可以搭配左右兩邊 各有這個 那這個呢 你看我把它拉 拉進來 你們剛在敲的時候啊 其實會有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敲在裡面 敲在這邊 我先這樣子好了 來 我把這個拉上來 先復原一下 好 假設像我們在這邊是這樣 那如果呢 我在這個裡面 我要把它敲 我把它敲開 變大一點 這是敲穿掉的 像我這樣敲完了 我裡面就是獨立 我就可以用這個 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現在要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要在這裡面敲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敲 你轉過來 是不是就被擋住了 上面是不是被擋住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搭配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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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條線 很好用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三條線 有沒有 上下的 就是我們的 比較偏 亮 綠色的 左右的 有沒有 就這條紅色的 再來 前後的 就是下面這條綠色的 好 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就不客氣拉 所以 如果我要敲裡面 要從上面往下敲 就拉這裡 有沒有發現上面變半透明了 那你在敲的時候 上面這裡不會被影響到 所以我這樣 有沒有就可以準備敲這裡 如果這一邊 這個是哪一邊 你如果搞不清楚 你可以先拉動看看 滑過來這裡 有沒有 這是後面的 這個是前面的 這樣有看到了吧 你看我這樣拉過來 請問這樣敲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好敲 如果不想看那麼多 我就再後退一點 好 這樣子 我就可以照原本的方法 敲 各位不要忘記了 可不可以在這裡投影 也可以喔 也可以喔 我先用敲的 這樣子 你應該知道 敦煌石窟怎麼敲出來了吧 好 你在練的時候裡面要有東西啊 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樣敲 這樣我是不是就敲好了 那怎麼復原 你可以一個人拉回去 但是也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你看一下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就是復原 按下去 你看 有沒有在裡面就敲好了 這樣了解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裡面要把它炸開 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看我把它壓下來 壓下來 好 我再把這一邊 這個是後面的 好 我拉這一邊 拉過來 所以有些東西其實你不見得 一定要怎麼樣 完整的 好 那我在左邊拉過來 OK 右邊拉過來 好 像這樣子 如果我想把這一塊敲掉 我就直接 爆掉就好了 有沒有爆掉了 可是我只敲這一塊 回復原 你看這裡 有沒有敲出這個形狀來了 這樣清楚了 所以其實 看起來好像它 很陽春工具不多 可是你只要會搭配左右的這個 SYZ軸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敲到你要的位置 尤其在比較裡面的 它不是外層的那一種 這樣你要敲就會比較容易 當然 我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敲的 你用投影機的工具也是一樣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試看看 好不好 這個是 你可以嘗試一下的 那如果你這個做完了 你也可以試看看 這個 就是油桶的部分 3D油桶 那我做的 因為比較小的 所以其實你搭配 吸管 抱歉 這個是 我暑假的時候 兒童班做的 老師暑假我開兒童班 所以兒童班就做這個就好了 像這樣子 我就幫他準備好 然後3D練的過程 就像這樣 你看我很勤勞的 開始吧 他們 怎麼解 怎麼做 兒童班 一個禮拜就完這個 5天 OK了 來給各位自己試看看 我們看看喔